每天五分钟 保守自己常在神恩典中 荒漠甘泉 引领你今天的属灵生命走向完全 摩西牧养他岳父米殿祭司叶特罗的羊群 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 到了神的山就是和列山 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 出埃及记三章一到二节 我们通常以为异象 必须在特别的环境里才能看见 摩西的故事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想法错了 异象是在日常生活里看到的 神喜欢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启示他自己 他常常到很普通的路上去寻找一个人 忽然向他显现 父神啊 求你教导我如何在日常生活里等待你 我不求什么超然的感觉 我只求你在日常生活中与我交通 在日常道路上做我的同伴 让这卑贱的人生因着你的同在得到变化 有些信徒喜欢常常有特别的喜乐和启示 但是这并不是神的方法 那些浑游向外跟看不见的世界有奇异的接触 并不是神所给我们的应许 神所给我们的应许 乃是日常生活上的交通 门徒中间看见耶稣在高山上变形的只有三个人 这三个人也是同常克西玛尼苦味的 没有一个人能一直留在身上 因为山下还有许多工作等待我们去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